哈喽摩羯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in 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意识排卡解读 那么一样会有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首先我个人会感觉 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近在可能有运动 特别锻炼下半身 还是最近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觉得你好像蹲着 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就是说可能不太喜欢坐在椅子上 可能想要去拉伸有关于髋关节这里 或者是大腿这些或臀肌的地方 就是我会感觉你整个下半身 很需要就是伸展运动等等之类 你会感觉很舒服 你去看一下你最近有做什么运动 比如说深蹲等等之类 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因为我感觉你下半身 一直有一种很想要需要被运动到 然后跟拉伸的感觉 好那第二个 第三个对不起 第二个 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 我感觉这两到三桌 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会特别喜欢吃豆腐 不管是譬如说嫩豆腐 板豆腐 百叶豆腐 等等之类的 或者豆干也可以 我觉得这两到三桌 你会特别喜欢这类型的食物 然后有一些人 你们喜欢用酱油 或者是用一些调味料 去增加它的风味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这豆制品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你这两到三桌的自爱 那第三个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 我会觉得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最近呢 因为我感觉到这很像是一个呼吸 就是最近我觉得你可能要多多去户外走走 然后去感受这些新鲜空气 或者是最近你刚好在练习一些呼吸上面的调整 比如说跑步调整 然后做比如说去游氧 就是去游泳等等 会很帮助你整个呼吸道的肺部的畅通 因为我觉得你最近如果有压力 有情绪或干嘛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做一个舒缓 你试看看好不好 特别是游泳 因为我可以感觉得到你在游泳这个状况当中呢 不仅被这个水的能量梳理之外呢 整个肺部的能量很通畅 所以最近你如果有些胸闷啊 或闷闷的不开心的话 可以试着去做这样的活动 好吗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到 你进入你这一次的胸中能量 是把它解读 等一下 某些座位们 我很少解读你们的这个能量场 讲话有点卡卡的 最近如果你有一些状况 是很欲言又止的 就可能这个字已经到嘴巴上 但说不出口的 我会建议你要嘛 你如果不方便跟别人说 你就可能自言自语 或者是你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找真的信任的朋友们聊一聊 我觉得你这个 整个状态会比较疏通一点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要在表达你的能量场的时候 我有点卡卡的 OK 好 OK 来 我们就准备进入吧 OK 这两个三中 你的挑战牌卡是保健7 这三种能量牌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全杖1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传讯者我 来告诉摩羯座的朋友们 好吗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 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请稍后哦 OK 行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觉得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读你的能量 有种欲言又止 想说又说不出口 可能不好说吧 我猜是这样子 你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用举例的 你比较容易懂 好吧 我直接带你来看细节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是前币4 抽到是权杖7 抽到是前币10 OK 这三种排卡呢 我直接举一个 感情的关系就好了 你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那当然你可以 用合作伙伴啊 或你对这个梦想或工作 都可以 请自行灵活运用 我个人会感觉 假设你现在就在一个 稳定的关系当中 但是这个稳定的关系当中呢 我觉得它有很多 就是可能给你安全感 可能给你稳定感 然后可能也给你很 很 怎么说呢 震的量才蛮有趣的 我们就知道 老夫老妻的状态 好不好 就比如说这个人 给你很安定 然后很有安全感 然后很像老夫老妻一样 OK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这边就是需要有一点什么 来让这个东西 能够更上一层楼 或者是能够让你们的感情 加温 或者是有所突破 或者是比如说 你要更有勇气的 能够去在这个 跟你交所相关状况 人数当中 我觉得让它来到一种 我怎么更形容 就是让它来到一种 不好意思 这个真的要让我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 我很少解 摩羯座的牌卡解决说 我能量就是卡在那里 OK 就是你的心不打开 你要说的话 也说不出来 所以就就是很怪 我这样讲 简单来说 如果这个跟你交所相关状况 人数事件梦想不目标 它已经安定或稳定 或安全感到了一个 这种境界的话 其实你是希望 它能够有所改变的 OK 你懂我意思 就是说很好 对 大家好像都羡慕 我在一段很稳定的感情里面 但是我不想要只是这样 你不想要只是老夫老妻 你不只是想要跟这个人聊 什么柴米油盐 酱醋茶 你还是希望你们两个 就像年轻的这种小伙子 跟小少女一样 还是有这种热情存在 OK 所以我总觉得 你好像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想象 有没有什么挑战出来 可以让你们 有一种 这种 充重的火花 或者是说 能够让你们这个东西 可以先活起来 我的感觉是这样 就比如说 你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但是你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在这干嘛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的状态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很希望 比如说 有没有新的挑战 有没有新的任务 有没有让我可以感觉说 我好像又可以在突破 这个就是你这个状态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说你这个人不满足 或者是嫌弃 说怎样这么好 你还不要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觉得你是在 想要有突破 有成长的这个状态 OK 但是这个东西好的 还蛮不错的 你要挑什么毛病呢 或者是你要真的 去找什么麻烦 好像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个就有点类似像这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这个就是我刚刚 为什么很难形容 就用一个工作 你们可能更容易了解 所以来到这个 现阶段能量场 其实你抽到的是 全账六 抽到的是恋人排 圣贝尔 你可以将恋人排 还有这个力量排 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你在衡量说 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好像给你们两个人 互相依偎 你爱我 我也爱你 这份工作 你也需要我 我也需要这份工作 OK 但是呢 我总觉得 你内在有一股力量 没有被 没有被开码出来 或者是没有被突破出来 比如说 你现在是一个小leader 不错 但其实你可以接更大的案子 你可以突破得更好 比如说 你们现在这一段伴侣的 这个关系很不错 但是你们可能一直聊的 就是那几个话题 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些话题 或者什么不一样的 这种生活日常的安排 OK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 导致你内在有一股力量 有一种动能 好像被压抑了 就有点像是 这个女生抱住这个狮子 她有点压抑住了 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对某部分的 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讲 会让你有点焦躁 很奇怪的 这个东西很好 可是你反而会有点焦躁 OK 所以这个潜壁力量 其实加上你过去 这个潜壁式 象征的也就是 过去的那样潜壁式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思考一件事情 在过去这么稳定 这么有安全感 或这么看起来 像大家都 人人羡慕的这个状态 你开始在衡量一件事情 OK 你开始在衡量一件事情 OK 我还能付出什么 我还能从中得到什么 或者是比如说 这个跟我交手相关状况 人数呢 我们是不是就 形同家人而已 而没有真正所谓 其他的 这种热情的因素进来 或者是动力 这种驱使动力进来 所以你在衡量 这样的东西到底好不好 稳定 到底对你来说好不好 是不是就是符合 你想要的这个潜壁式 所以你的挑战排卡在这边 这个就是保健器 OK 这个保健器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心里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有一股话说不出来 比如说 你可能想要跟你的老伴 讲一讲说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一起十几年 蛮无聊的 OK 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个沟通 并不会有什么冲突 只是就是聊聊 看大家彼此心里的感觉 但是你可能 就会有话说不出 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最近看起来心事 就是心事重重 是不是心情不好 还是有什么事情隐瞒 我觉得你的同事 跟你身边人 都会看得出来的 OK 然后这个也会有一种 像说 其实你可能 去跟你的主管聊聊 就跟主管讲说 主管 我觉得这份工作 我做着做着 好像没什么意思 OK 我总觉得 我好像在这边 就是打打卡 上上班 我觉得好像 对我来说 这份工作 好像不能满足我 或者是这份工作 还有没有我能够提供我的价值的 还有没有我能够提供我的价值的 或者是你们能够给我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场谈话是要出现的 OK 这个保健器是要出现的 OK 因为你注意看到 你这边抽到钱币石 这边抽到恋人牌卡 这边还有一只鸟啊 手上抓着一个戒指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的不满足 这边我上一个引号 你的不满足的点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你这两到三种挑战 你要去把它找出来 OK 比如说是你自我成长 因为这个家庭而牺牲了 所以你没有发展呢 还是说这个工作当中呢 你为了要能够去照顾其他的同事 或者是协助这些团队的合作呢 而放弃了你自己 还要有个人职场生涯的突破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OK 你要诚实的去面对你自己 而不是让旁边这个 看似还不错的状况 偷走了你的梦想 这张牌卡给我是这样子 这次能量场很深 我尽可能尽力的去表达 OK 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圣杯舞 还有圣杯适者 还有这个宝剑寺 OK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圣杯适者 然后还有这个 圣杯适者还有这个圣杯舞 其实我觉得它会迎来 另外一个合作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先门心思问 你心里所谓那个不满足是什么 然后呢 可能跟其中的相关状况人数 去谈谈去聊聊之后呢 我会觉得有一个新的模式会出来 OK 有一个新的 比如说更好玩的 更有热情的 然后更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改变回来哦 因为你看到 这个女生啊 她身上是穿满着玫瑰花的 玫瑰花象征就是一个热情 这个女生啊 她是在落泪的 你懂我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了 你看到 这三个圣杯是倒掉的 而且还是她亲手倒掉的 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过去这种方式 对我们两个不够了 也不够好了 OK 这个圣杯又啦 也就是你刚刚抽到这两个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圣杯进来之后 就是要组成这个 123 这个圣杯山新的状态 才能够让我感觉到 我有被满足 我很开心 我很快乐的这种情感 才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OK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突破 这个聊天 这个门心自问是必要的 因为来到这边呢 你还有抽到一个保健室 这个保健室啊 你注意看 它四支保健 它全部都是挂在这个保健上 这边呢 我个人会认为 有可能是因为 你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 人数 世界梦想 或目标 去沟通 去谈 去坦诚 然后去找到你自己 真正的原因之后 我觉得说实在 会对你来讲 有一点像是发挥了 你蛮 很好你的能量 或很好你的 这种情绪上面 这种感受 所以你需要有一点时间 去休息 你需要有一点时间 去休息 跟消化 因为对方可能会觉得说 怎样 你们现在没事找事 我们两个感情这么好 你现在是找我麻烦 或者是譬如说 你的主管会说 怎样 你现在坐这位置不够好 公司给你的待遇薪水不好吗 你现在还在那边挑东挑西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要么有可能会造成别人会 或者是也要看 对方成熟的程度 能不能跟你去谈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让你搞得 你有点心累 需要休息 或者是去复原 原因是这样 因为你还是渴望 这个圣杯山出来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某部分的摩羯座的朋友们 会稍微在这里兜兜转转一下 因为这边 如果你有牵涉到人的话 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消化 但是呢 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时间 我觉得只要你突破之后 这个你消化完毕 或者是你沟通良好之后呢 其实这个全帐一啊 象征的就是 真正能够让你有热情的 比如说新的方式 新的模式 新的这个状况去展开了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 这是蛮不错的 那某部分小众的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会建议你去一趟旅行 旅行回来之后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跟想法 而且最好是一个人独立的去旅行 就是一个人去 不要找朋友去的 但是要小心跟注意安全 不用太长 上五天也可以 因为在过去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全帐七 加上这个全帐一 在未来 意思就是说 我终于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我要往前走了 所以你就会开始走到全帐八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好不好 某主席 我终于读完你的能量场 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的胸口稍微比较舒坦一点点 反而我们也觉得 整个状态能量场就比较好一些些了 我们一起来看 你注意验证牌卡 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信息 在过去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全帐十跟前币五 你注意看 这个前币五 中间这个大前币就是破了 旁边只有前币四 这个就是你刚刚前币四 在这里验证的 这个前币四加上前币五 你可以说它是前币九 意思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这个状况里面 其实我个人会感觉 我失去了一点点我自己的什么 这就是前币九的象征 那现在这个前币四加上 这个前币旁边没有破掉前币四 象征的是前币八 就是说 我们两个这东西 其实也蛮不错的 它是有持续的 好像看似我们多在一起一天 工作也很顺利 这个就是前币八 顺畅运行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这两张加起来 象征的就是前币八 前币九 前币十 对吧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你中间缺失的这一块 就是破掉了这个前币 就是我刚刚要特别提醒你 你在接受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思考 你到底少了哪个东西 让你可能感觉在这个状态中 明明很好 可是好像失去自己 或者是有个东西 没有办法满足你 OK 这个就是这个破掉前币一 那这里的这个权杖十呢 其实说实在的 你看哦 你这边抽到的是权杖七 是不是少了权杖八跟九 对不对 才会走到权杖十 权杖八在未来会有 权杖九是更往后一点点 你要去捍卫他手 也才会有 OK 所以你这个权杖十 在这里 我个人会感觉 给你有一种 就是喘不过气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就很闷 好像吐不过气 然后好像 这些事情 比如说现在 公司的事情还是要做 感情还是要经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让你能够说走就走 所以这个前币一 我觉得已经在过程能量场 埋下这一颗种子 让你心中在白转 轻回思考这件事 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 能量场之后呢 你抽到这个是魔术师 OK 这个魔术师呢 来到你现阶段能量场 有点像说 你用眼睛去看清楚 这个羽毛象征的 就是一个征兆 OK 所以你用眼睛去看清楚了 我觉得这样不太对劲了 因为我可能心情不好 我可能对这件事情 不能满足 我可能对这件事情 一直有一种 我觉得说怪 你跟人说不上来 哪里很奇怪的地方呢 这个我觉得 你在现阶段能量场 已经不能够再隐藏了 所以来到这个挑战排卡 这个权杖五啊 加上这个宝剑 这个七 OK 这个验证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看哦 这四只宝剑啊 象征就是这个 很稳固的前提石 还有这个圣贝尔 还有后面另外一个圣贝尔 但是呢 你看哦 这边有个权杖一 它好像是要突破这个东西 就突破这个很稳 很死 然后就是很稳固的东西 它要能够有 另外一个层次的改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这边都是抽到四四四 你有沒有发现 很奇怪哦 都是那种很稳的能量 但是你在想办法去突破它 然后这个黄色的能量啊 象征的其实就是 我们的力量排卡 我们的能量中心 那这个太阳轮的这个部分 OK 所以你可以看啊 这个狮子也是黄色的 所以我才会说 你为什么后面 抽到这个权杖一啊 其实我一点也不意外 OK 这个就是你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蛇 跟这个丝带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希望重新找回这个热气 你希望能够找到 其中的原因 所以来到未来 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 宝剑试者 OK 这个宝剑试者呢 加上这个宝剑 象征的就是宝剑五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不希望背叛 你自己心中的声音 你宁可去 谈这一场对话 或是要求这个东西 或者是去看见 自己心底的渴望 OK 因为这个宝啊 它是背着一个宝剑 在身上的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东西呢 你应该不会再压抑了 你会宁可去闯 去突破 去挑战 你也不想要像现在这样子 OK 因为我总觉得 你的能量场里面 还有一种能量场 就是有点像是说 别人只看到你 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 你在里面 可能我们这样讲吧 比如说家务事 或比如说 你真正在这个行内的人 或在这个行业的人 才会知道的这个状况 OK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天使跟宇宙 额外的讯息 要给我们这个 摩羯座的朋友们 OK 这张牌卡就是呢 平衡的天使 你看吧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为什么这个平衡的天使 要出来呢 因为我就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啊 有点像说 好 当我们在一段关系当中 我们有给 我们也有收 对不对 OK 那在这个关系当中呢 可能也要有冲突 但是也要有 这种和平的状态产生 然后也要有不满足 也要有满足的地方 这个东西 他才会持续的 去做一个运转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天平啊 有点像是倾向一边的 就是这边都很好 但是这边快乐 好像都没有 这边的刺激也没有 这边的挑战也没有 所以就会变成 好像有点像 一滩死水一样 所以这个平衡天使 是要告诉你 你不仅是要在 你的身心灵方面 做一个平衡 也要在这个关系当中 或是一个合作方案里面 重新做一个调整 再平衡 你才能够恢复到 能够让你自己 能够觉得 我觉得这样不错哦 很满足哦 我也觉得进展的很OK 然后我们两个双方之切 也能够情投意合 或互相奔赴 OK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请你再重新整理一下 这两到三周 跟你交所的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觉得对你来讲 很重要哦 我解释了朋友们 OK 好吧 好 那我刚刚呢 准备要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我看到的是 18分钟 然后18秒 所以我觉得 你也可以去看看 你的18的数字 对你来讲 代表的是什么 也有可能你最近 很常看到18这个数字 好吧 OK 好 那以上的资讯 希望可以为摩羯座的朋友们 带来一点帮助 也非常感谢 摩羯座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